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抖音 在英国呢 在美国国际版是TikTok 美国现在包括德州在内 开始已经有五个州 他们搬出了TikTok禁令 伊迪安那州呢 开了司法第一枪 起诉TikTok 说他欺骗消费者 英国对TikTok祭出了高额的罚款 而在印度TikTok现在是遭到全面禁用 全球用户超过十亿 隶属中资的字节跳动 旗下影音分享软体抖音 国际版TikTok 曾经是美国年轻人眼中的不可或缺 但如今在美国踢到的铁板 却越来越硬 成功连任的德州州长阿伯特 周三勒令所有州政府机构设备 都不能使用TikTok 这让德州成为 纪南达科他州 南卡罗兰纳州 马里兰州以及内布拉斯加 八州之后 第五个对TikTok 发出禁令的州 而印第安纳州总检察长罗基塔 周三更透过司法手段向TikTok 开第一枪 罗基塔起诉TikTok 违反消费者保护法 对于中国政府可能取得用户资讯的情况 没有确实披露 还指控TikTok利用F商店的分级设定 欺骗消费者 让年轻使用者与家长 误以为内容恰当 但大数据随时可能向儿童推荐色情或酒类宣传等不当影片 起诉书中形容TikTok是披着羊皮的狼 要求法院对TikTok发出紧急禁制令 并处以罚还 美国媒体今年中取得TikTok内部会议录音 揭露集团内的中国工程师拥有最高权限 可以浏览美国用户的生日电话等个资 坐实了外界对TikTok个资外泄疑虑之后 美国国内对TikTok的反弹声浪就快速提升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曾建议拜登政府 考量国家安全应该全面禁用TikTok 在白宫有具体决策之前 不少共和党执政的州政府 已经等不及率先抛出禁令 连立场倾向民主党的参议员也忍无可忍 认为当局应该要以实际行动阻挡来自中国的网路渗透 但这已经不是TikTok首次被美方针对 美国前总统川普两年前曾经以国家安全等理由 禁止TikTok在美国境内的下载和更新 还要求TikTok必须卖给美国公司 最后是美国软体大厂甲骨文介入 TikTok才躲过抄家令 拜登2021年上台之后则取消部分川普禁令 但随着美中竞争白热化 TikTok的国安隐忧再度浮上台面 这一次美国地方政府与司法部门走在联邦政府前面 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陆续对TikTok开刀 例如英国今年九月就以TikTok没能保障 儿童用户隐私为理由 计划罚款两千七百万英镑 印度更已经禁用TikTok 更重要的是网路世界有了更多更好用的短影替代品 TikTok不是唯一 已经加入战局的美国网路影音龙头YouTube 明年起将为旗下短影音创作者提供45%的分润 全力挑战抖音 持续笼罩在中国政府操控阴霾下TikTok 还能在美国市场走多远引发关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